那薇靖你的那一句 立刻要爆炸被人來寫歌的什麼感覺 其實那時候那個 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在用這個詞來創作 但我不得不說我們是最好聽的 立刻爆炸這首歌 其實從曲風來說也是很秀的 我覺得如果之前 今天我們聽我們第一專輯的歌曲 它其實有點像 All Day 加 I Wanna Holiday Mix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就造成了立刻爆炸 這個新的Chill的曲風 然後我覺得整個氛圍也搭配了 一些可愛的舞蹈 然後歌本身的靈感來源 就來自於我們其中一個團員的那個 脾氣 脾氣 應該說應該是來自於它的直播 應該直播 因為我們的音樂呢 是從我們的生活中取得靈感的 講到我們第五位團員 因為他目前身體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我們先讓他休息 所以由我們世間勤來 handle這個防灘 那維靖妳的那一句 立刻要爆炸被人來寫歌的什麼感覺 其實那時候那個 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在用這個詞來創作 倒不得不說我們是最好聽的 大家都很好聽 但是我覺得 因為大家會想說 立刻爆炸要寫那種 我真的很生氣的曲風 可是我們是寫這種舒服的 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擺脫工作 我們現在就想要去玩的這種感覺 立刻爆炸 變成一個比較溫柔的感覺 給上班的一些觀眾 可以解放一些壓力吧 我覺得這首歌就是 閉上眼睛 可以幻想 可以跟你好朋友一起去 游酸玩水 游酸玩水 對 之前有來過香港迪士尼樂園嗎 沒有 第一次 那來這邊拍MV有什麼感想 因為就是小朋友的幻想的地方 然後就開始 好像變得像小朋友一樣 在裡面變得很童真 重點是我們 因為今天很早就開始拍了 我們一開門 我們是第一批走進這個樂園的 我們看到那個城堡 真的覺得好夢幻 好像突然在一個舞台劇裡面 然後那個很多歌 很多舞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去迪士尼的 原本就是男生可能就還好 但是就常配另外一半去之後 然後覺得自己還蠻喜歡 然後錄在那個 回到小時候的風 因為到迪士尼裡面 就會有一種回到小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又在年輕起來 這次也跟很多迪士尼的朋友一起交流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在這個MV裡面 最難忘的一刻 跟每一個朋友們都互動都非常有趣 到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夢幻花絮 而且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竟然可以在迪士尼裡面拍 對啊 每一個布景都好像在一個夢境一樣 搭配我們的這樣很有彩色的服裝 真的很感謝有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推薦大家有空一定要來 來這裡一起玩 然後住這個房間 這太舒服了 剛剛零九還打步了 真的嗎 五分鐘內你就打了 所以我沒辦法睡剛剛 辛苦了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立刻要爆炸這首歌 還有記得支持我們的五劍琴第二章創作EP Roya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